钻一个孔就能赚两亿 这是小偷里最赚钱的行业 只见男人拿出一个一英寸的钻头 打开计时器 接着就将钻头直接怼进了油田的输油管道 要知道 在输油的管道上开动十分危险 插根铅笔都有爆炸的风险 在钻头的飞速旋转下 管壁很快被打通 但糟糕的是 钻头被卡在了上面 此时管道里的油正在快速流通 眼看到计时要结束了 卷毛使出吃奶的力气 只听哭呲一声 钻头被油蒸汽顶飞 撞坏了头顶的电线 卷毛的裤子被火星子点燃 很快 原油到达打孔位置 火焰瞬间呸涌而出 卷毛拖着着火的腿 及时跑出地道 这才保住了小命 毕竟一英寸的钻头 不是能轻易驾驭的 除了一个叫小钻头的男人 小钻头是当地出了名的友好子 他不犯油 只打动 靠手艺吃饭 钻一个洞就要收两亿 每次出厂都开一辆红色小袍 工作服是一套西装 他用的钻头是自己独家打造的 眼镜一戴开工干活 耍帅的同时 还不忘给钻头注射一针 不到两分半的时间就打好了 可老板却急眼了 这栋根本就没有钻头 小钻头不紧不慢地解释道 输油管厚度14毫米 他留了最后一毫米 因为油涌过来时 气压会变大 剩余的一毫米自然就会被冲破 这样就不用担心油蒸气爆炸 这就是高手的实力 这天 小钻头接到了一单大省意 对方要求使用两英寸的钻头 在两条输油管上各打一个洞 然后利用高压管 从地下输送到山上一家废弃的储水灌厂 也就是说 除了打洞 还要挖一条运送地道 定金两亿 尾款三亿 但必须在一个月内完工 时间紧 任务重 危险性十足 但只要钱到位 什么都可以 小钻头直接将价格翻了一倍 定金五亿 尾款五亿 没想到金社长果断打赢 毕竟一旦这件事做成 他就能直接捞到三百亿 很快 他们便组建了一支偷游小队 有建筑科公务员罗科长 负责汉街的卷毛 以及负责挖掘的小胖等人组成 而前台的小美负责支走客人 查看周边情况 在施工期间 他们必须一直待在酒店里 离开就算违约 要赔偿两倍定金 他们的工作地点 是在酒店地下的锅炉房里 由罗科长确认好方向后 众人立即开工 可刚挖了没多远就出现了问题 隧道前方被一块巨大的岩石挡住 现在更换路线就赶不上网工期 于是小钻头下令用钻锤破开岩石 同时让卷毛到隔壁的房间唱歌 以此掩埋噪音 就在他沉醉在自己的歌声里时 一名徐罗警察突然到访 前台一边拖延时间 一边按下紧急按钮 可在刚刚施工时 不小心撞断了电线 报警灯根本不亮 巡警听到巨大的噪音 便要下去查看 前台立即用对影机呼叫 可等小钻头听到时 警察已经关掉了卷毛的音响 可电锤的声音还在继续 卷毛见状使出浑身解数 可警察还是朝着地下室的方向走去 男人接到一个大单子 只要在输油管上打两个洞 就能拿到十亿 不料在施工时引来了警察 打掩护的卷毛宋情郎都唱了 还是没能拦住 多亏小钻头反应迅速 伪装成修下水道的工人 这才躲过一劫 为了避免警察再次突袭 他们决定今晚暂停施工 不料就在大家准备睡觉时 警报突然响起 原来是卷毛偷了钱想逃跑 愤怒的小钻头将他拖回屋内一顿懵打 小胖指责卷毛太贪心 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 不然谁也不会冒险来到这里 卷毛说自己四岁的儿子得了罕见病 每个月需要巨额医药费 所以才铤而走险 听到这个理由 小钻头也很无奈 于是他找到前台 希望他不要把今晚的事上报 然而这件事还是被金社长发现了 当晚便派人将卷毛抓起来一顿堵打 但金社长并没有置他于死地 而是拿出来一个电话 让他监视地道里的一切 所有事情都向他单独汇报 做得好就多给他一个亿 第二天地道照常施工 殊不知敏锐的警方 此时正在外面用金属探测器 进行地毯式搜查 因为由耗子挖地道的工具都是铁的 前台看到异常情况 立马暗响警报 得知消息 小钻头立即指挥众人 将工具运往紧急出口 不料安全芯片落在了地道里 他立马返回去寻找 然而此时 外面的警察已经动工开挖 挖掘机不慎铲漏了煤气管道 煤气大量泄露 小钻头晕倒在了地道中 见此状况 罗科长戴上口罩 不顾众人阻拦 冲进去将小钻头脱了出来 此次意外虽然有惊无险 但也警示他们必须时刻小心谨慎 然而罗科长却在此时提出 想去医院给重病的妻子交手术费 他自己已经身患绝症 想要为妻子做最后一件事情 前台当即反对 如果被发现 他将第一个受到处罚 小钻头也十分为难 无奈 罗科长只好默默离开 结果到了晚上 两人竟在地下室挖起了下水道 心软的小钻头 还是决定帮他一把 不料两人的行动被卷毛发现了 但他没有阻拦 而是说自己的腿受伤了 要跟着一起去 小钻头也只好答应 殊不知 卷毛偷偷将这件事告诉了金社长 随后几人通过下水道向医院出发 在行走的途中 他们发现墙壁上 有一块颜色不一样的水泥 罗科长告诉他们 里面封存的是战争时期废弃的公共管道 包括水管 煤气管 输油管等等 当时美军为了便于看守 便将所有的管道都集中到了一处 很快几人爬出下水道来到医院 然而罗科长的妻子已经过世了 简单的祭拜后 卷毛去找医生处理伤口 剩余两人便先沿着原路返回 不料出口处已经围满了大手 一旁还有受伤的前台 原来昨晚前台就发现他们头挖下水道 但他并没有举报 而是帮他们伪造了监控视频 罗科长连忙上前解释 却被对方无情踹到 愤怒的小钻头想解约走人 不料狡猾的金社长 竟以他的母亲作为要挟 被逼无奈的小钻头 只好带领众人回到地道继续施工 干着干着 罗科长突然晕倒 小钻头提出先送他去医院 却遭到了那帮小喽喽的棍棒殴打 其他人也同样遭到殴打 忍无可忍的小钻头直接带人反攻 三两下就解决了这几个狗叫的小喽喽 可他们刚走出地道 门口便出现了数十名打手 紧要关头 小钻头抄起一旁的汉枪 将对方逼得连连后退 不料刚出地下室 金社长直接拿着枪走进来 见识不妙 罗科长冲上前死死抓住枪杆 想为小钻头等人争取时间 没想到金社长直接开枪将其打死 随后又朝着小胖的肩膀开了一枪 逼迫众人回去继续工作 愤怒的小钻头遇上前躲墙 也被金社长一枪打倒 就在这时警报声响起 是刚刚的枪声引来了警察 金社长连忙带人跑路 这时倒地的小钻头竟也突然复活 情况紧急 他和前台搀扶着受伤的小胖 从下水道口撤离 原来是怀里的手表帮他挡下了那颗子弹 最后小钻头开车带着两人来找老搭档 就在这时金社长再次打来电话 威胁到只有完成工作才会放了他母亲 为了解救自己的母亲 并给这个人渣一个教训 小钻头制定了一个绝密计划 一个集装箱被吊起盖住地上的井口 地下的油耗子正在施工 他们挖开下水道里的一块水泥墙 里面是战争时期废弃的公共管道 只要把水油管和废水管连接到一起 就可以直接将油输送到金社长的出水管里 而且这里都是原有金属 就算用金属探测器也发现不了 开工前 卷毛说要出去买个罕机 不放心的小钻头悄悄跟了上去 果然发现他与金社长的人见面 但小钻头并没有拆穿卷毛 而是让他继续完成罕机 随后前台又利用高科技手段 向LDS检测系统发送错误信号 干扰树油控制式的监控系统 这样就可以为打孔多争取两分钟的时间 一切准备就绪 行动正式开始 小钻头必须在五分钟之内完成打孔 可刚进行了一半 隧道里便出现了两名警察 于是他们立即启动B计划 由小胖和史将军故意在外面打眼 将警察引走 按照惯例 小钻头会留下一毫米的安全距离 可由于身上有伤 这次他失手了 在最后一刻竟直接打穿了关闭 意识到不妙的小钻头还来不及落山 这被扑灭而来的油蒸气震飞 他立即让卷毛关上罚门 这才避免了意外事故 但受伤的小钻头已经无法继续工作 于是便让卷毛来打最后一个孔 自己则带着听诊器在一旁辅助 在两人的缜密配合下 第二个孔顺利完成 随后他们装上压力表 打开罚门让金社长验货 看到流出来的缘由 金社长高兴不已 此时大批买家也已经陆续赶到 但小钻头提出 必须先结尾款才能继续供货 随后便给了金社长一个地址 不料他前脚刚走 卷毛就打开了罚门 就在他打电话向金社长汇报时 小钻头突然出现 一脚将其踹倒 随后他捡起电话威胁金社长 想要石油就赶紧带着50亿现金过来 然后便切断了视频画面 几分钟后金社长带人赶到 他要求先到下面检查罚门 被捆在门口的卷毛连忙求救 可金社长瞅都没瞅他一眼 本以为任务顺理完成可以结款了 没想到金社长出尔反尔 直接叫来一群打手 就在他准备开枪打死小钻头时 卷毛及时从后方出现 一番大斗后 成功将金社长制服 就在这时曹警官赶到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小钻头给他发了一张压力表照片 想借助警察之手抓住金社长这个坏人 随后他把枪扔给曹警官 自己连忙从警口处逃走 骑着小车与伙伴们会合 不料刚打开车门 发现队友们全都被抓了 紧接着画面一转 几人全都被绑进了下水道 一旁还有曹警官 原来刚刚他准备给金社长戴手铐时 被另一名手下从身后偷袭了 随后金社长命人在周围安装好炸药 原来他一开始就准备杀人灭口 而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 他还在储水罐里也安装了炸药 因为一旦发生大爆炸 输油管被切断 首都圈最大的储油站没了 到时候他所拥有的石油价格就会飙升 这样他就能赚到上千亿 金社长走后 小钻头带领大家用焊机烧断了绳子 然后迅速拆下地道里所有的炸药 他组织其他人撤离 自己则带着炸药一路狂奔 眼瞅倒计时就要结束 他将炸药奋力向远一炮 然后整个人趴在管道的积水中 这才保住了小命 与此同时 金社长又按下另一个炸弹开关 可令人意外的是 除水罐并没有发生大爆炸 大量的清水从里面喷涌而出 原来就在先前 他带着小钻头离开时 卷毛把水油管的两个阀门都管了 打开了自来水管的阀门 所以刚刚灌进去的全都是水 愤怒的金社长立即带着几个大手返回 将几人团团包围 只见小钻头站上车头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使将军利用高压水枪 逼得敌人节节败退 前台则拿着一根铁球棒 大杀四方 随后警察感到 这才制止了中人 最后所有人都洗涤一副银手镯 三年后 小钻头等人出狱 他们不再偷油 而是改修起了下水道